黑火药的主要成分 黑火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 其主要成分是硫磺、木炭、硝酸钾 黑火药发明于晚唐时期 由炼丹家在炼制过程中逐渐发明了火药的配方 黑火药是在适当的外界能量作用下 自身能进行迅速而有规律的燃烧 同时生成大量高温燃气的物质 在军事上主要用作枪弹、炮弹的发射药和火箭的推进剂 及其他驱动装置的能源 是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火药的发明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支柱之一